哈喽大家好,我是Joper 今天要说的人物是萨拉越第二任白人Raja,查尔斯·布洛克 查尔斯·安东尼·约翰逊 在1829年6月3日出生于英国 他的父亲是弗朗西斯·查尔斯 他妈妈是艾玛·弗朗西斯·约翰逊 而他妈妈在结婚前的姓氏是布洛克 而这位艾玛是詹姆斯·布洛克的妹妹 所以查尔斯是詹姆斯·布洛克的外甥 而詹姆斯·布洛克就是我们之间一直提到的 是萨拉越的第一任白人Raja 查尔斯在克鲁克恩法文学校接受教育过后 进入了英国王家海军 他在1852年交入了他叔叔 詹姆斯·布洛克在萨拉越建立的布洛克王朝 并采用了布洛克的姓氏 开始常住在萨拉越的轮度 他23岁的时候就到萨拉越 帮助詹姆斯·布洛克平定土族的动乱 也参与了斯隆门事件 以及仁达、马撒和抗云事件和卡亚族的战争 他在萨拉越担任了多年的第二神生长 善于处理詹姆斯无法处理的事物 由于詹姆斯没有结婚并没有孩子 因此詹姆斯把查尔斯当成接班人来栽培的 在1868年 詹姆斯因病在英国去世 而查尔斯就继位成为萨拉越第二任Raja 任期为1868年到1917年 再位供49年 在查尔斯上任不久过后 马上就设立了州议会 有各部族领袖和萨拉越土球 英国官员和居民组成 一年开三次会议 让各区领袖反映问题 并通过法案和制定基本统治政策 以协助布洛克家族的统治 他也推荐了公共行政系统 以及建立一个概括玛格丽达宝在内的战略堡垒网络 在查尔斯任期内 海盗已经消灭 达亚人虽然偶尔有骚动 但也不影响他的统治 他继续扎姆斯的扩张领土的政策 在1883年 他以每年4200银磅的代价 向文莱苏丹取得巴南 就是现在撒拉越第四省的大片土地 在1885年 他利用撒拉越的达亚人和马来人 在大老山 出山 被谋查害命的事件 逼文莱苏丹在没有年金的补偿下 割让大老山 就是现在的第五省 这个时候的文莱苏丹 开始发觉自家的领土越来越小 开始警惕起来 不想再让割让领土的事件重演 但在1890年 还是将林梦和林梦河割让给了撒拉越政府 因为林梦的土足 负担不起文莱派过去的官员征收的繁杂税务 起而反抗 持续了六年 文莱苏丹无法平定 至好拜托查尔斯政府 随后就割让了给查尔斯 而文莱苏丹每年可以获得6000银磅的补偿 查尔斯在1905年 以每年6000银磅的条件 从北波罗州扎达公司的手中 买下了老月 并在1912年将老月和林梦河为一审 而审议会在林梦 撒拉越的版图从第一任白任拉扎 詹姆斯开始 到第二任拉扎 查尔斯两代人的经营下 领土不断扩张 直到1905年 已经有了现今撒拉越的整个版图 在地方行政方面 为了管理上的便利 查尔斯将撒拉越划分为5个省 每一个省由一个参政室领导 由地方土球和官员协助 称为原住民官 Native Officer 管理地方上最小的行政单位 乡村 而原住民官的职务委提供意见 征税和领军出征 因此 从中央到地方分为三级 即省议会 地方议会和乡村 在公共服务方面 查尔斯成立了民事服务部 设有法庭 警局 邮政局 海关 税收局等 他也建造了很多公路 创立了沙拉越博物馆 并改善了古今的水贡 在经济上 他成功还清了债务 并鼓励黑胡椒 橡胶 甘蜜 和硕额的种植 在查尔斯统治期间 沙拉越还有一件比较重大的抗营事件 叫万丁的抗营事件 万丁是马当鲁巴和上游 拥有实权的一般英雄 他为了维护他的族人的传统和权益 带领族人对抗白人 Raja的进入 而查尔斯这边指控他没有交税 因此在1896年和1897年爆发了冲突 这次的冲突导致了万丁的儿子和侄子被撒 在1902年 查尔斯再次出兵攻击万丁 在1908年 由于万丁的势力逐渐衰弱 他决定放弃斗争 在查尔斯布洛克统治期间 也有大批华人移民到沙拉越 橡胶种植业取得了增长 在1719年5月17日 查尔斯·布洛克在英国去世 白人Raja这个位置传给了他的儿子 查尔斯·文纳·布洛克 在第三轮白人Raja的任期内 基本上都维持了前两轮Raja的政策 没有太大的改动 期间沙拉越各部族 曾经举办了两次的和平会议 一次在1920年8月4日 在城邦将举行 而这个和平会议里面有一个仪式 是由两个达亚人 就是现今被称为比达幼族的两个人 在Raja面前进行了杀族的动作 作为和解的象征 而第二次的和平大会是在1924年11月16日 文纳亲自去到第三省 卡比主持最大规模的土族大会 这也是12月最后一次的和平会议 在1930年代出 因为世界经济大萧条 文纳在1931年宣布加重枪支和扶提的税收 引起土族的不满 卡纳维的海达尔人在阿顺的率领下 大约有几千人起义 杀死了多名卡纳维当地的政府官员 想必政府取消加税政策 最后阿顺被逮捕 在文纳统治期间 由于无法解决继承人的问题 因此在1941年 白人拉加统治沙拉越100周年之际 文纳制定颁布沙拉越宪法 推行新政 将拉加的立法权和财政权 转移到最高议会和州议会 并保证未来沙拉越的独立 但不久过后 日本南清 文纳立县的行政就昙昙一线 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 沙拉越满目苍疑 百废待兴 布洛克家族务力振兴 只好在1946年2月签署协议 将政权转让给英国的殖民地政府 结束布洛克家族的百年统治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是Jobber 拜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